看主未来的自驾车技术 台中市政府是结合丰隆客郡 鼎汉工程、伟创自通、工研院机械所 以及台数科集团等优秀团队 来共同打造的自动驾驶巴士 已经通过自驾跟车测试 并且在10月13号就取得两张合法测试车牌 也将进入载客试程阶段 而交通局表示 今年10月底就将开放民众免费试程 成为国内第一个以市区公车改造 在一般道路载客的自驾巴士 台中市交通局主打的宣传影片 强调自动驾驶巴士的智慧化跟安全 日前通过经济部 无人载具科技创新实验计划沙河审查 完成台中水南智慧城自驾巴士的自驾 跟车测试 成功取得两张合法测试车牌 事实上会分成前后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开始做一些像封闭式的测试 从中科路大棚路的部分做测试 那到了后期 像现在我们后期也做了一个中科路的开放 跟大棚路的这个相关的封闭的测试 那事实上这一块呢 在10月6号的时候 也经过了经济部相关的无人办的一些审查 那事实上也通过了 那甚至我们在10月13号 也取得了第一次在台中有两张的这个试车牌 那这代表意思是 我们事实上车子挂上这些试车牌之后 就可以在一般的开放场域 来做这些相关的这些载客服务了 2018年开始台中水南的自驾巴士 就成功在封闭场域测试成功 成为全台首地 而这一次再度跟鼎汉国际工程顾问 丰隆客运、伟创资通、工研院基线所 以及台数科集团等国内的顶尖企业 来组成台中MIT自驾巴士团队 来推动第二阶段水南自驾巴士 半开放场域测试 也成功完成了11项的测试情境 实际的这些情境上的一些情况的演练 不管是路边停车 相关遇到这路口端怎么去判断 甚至有些障碍物的产生 自驾车能不能够去预先判断 或是能够及时的来做这些停靠等等 我想这一块都是我们经过了反复性的测试 稳定性一定是没问题 那台数科呢在这次的计划里面 我们主要还是扮演这个基础通讯的一个提供者的角色 所以包含了路测的光纤 那智慧路口 那以及一些无线的通讯 那么希望透过这些基础建设 那在地的产业能够一起努力 来提升我们这样一个智慧城市的一个样貌 交通局表示完成第二阶段测试领到合法牌照后 即日起到11月11号将开放民众免费试程 分别是行驶短程28分钟 长程35分钟的路程 成为国内第一个市区改造公车 在一般道路载客的自驾巴士 这里讲台中采访不到 在一般道路载客的自驾巴士